今天我们课程的内容是秦汉部分的第五讲 标题如画面所示 就是专制强化与皇权旁落 在这一讲中呢 我要和同学们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东汉初年专制的强化 大家看一看脚枣的中国古代史教科书 就能发现一个有趣的提法 每到王朝初年往往都会说专制主义的强化 似乎成了一种老套了 那么这种老套是不是也有它几分道理呢 假如我们审视每个王朝的初年的制度变化和政治变化 我们确实能看到就是所谓中央集权和军主专制的强化 我们需要的呢 就是进一步探讨 为什么在王朝初年会出现这种情况 里面蕴藏着什么样的政治规律 所以我们这个专制的强化这种提法 看起来比较陈旧 但是我觉得它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我们要讨论一下儒生与文利的融合 这和我们上一讲所述 秦始皇的秦政和王莽的新政 之间的转折变迁存在着关系 最后呢 我们讨论外戚与宦官的轮流专政 这是东汉政治的一大特点 也是早期帝国的一个政治特点 我们的皇权旁落 这个提法就是和这个问题相关的 下面我们开始叙述 第一个问题 首先是东汉初年的专制强化 在 茫茫变法 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动荡之后 光武起兵 平定了混乱 恢复了秩序 东汉由此得以建立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也可以认为 它是中兴 就是刘家王朝的再次复兴 光武帝 是南洋 蔡阳人 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湖北省 是高祖的九世孙 下面我们通过这个世系 看一看刘秀的出身 这个汉景帝的儿子是长沙王 刘发 那么刘秀就是 这个汉高祖的九世孙 汉景帝之后 这个长沙王刘发 是刘秀的七世祖 刘秀的父亲 是刘钦 曾经担任过南顿县的县令 所以号称南顿军 据说刘秀早年 他听说新野民族殷氏 家有一个女孩 叫殷丽华 据说他容貌特别美丽 后来刘秀呢 在长安 他看到巡行京师的直金武一官 仪仗特别浩大 做这个官啊 特别威风 所以这个刘秀早年曾经 有这么一句话 叫 世幻当作直金武 取妻当得殷丽华 这就是刘秀早年的 最高人生理想 后来他终于取得了殷丽华为妻 但是他称帝的事业 远远的超过了直金武 在绿林起义之后 28岁的刘秀与他的哥哥刘尹 起兵 投入了起义的潮流 由此他的生涯得以改变 在昆阳决战中 刘秀显示了他的大志大勇 当时的人就为之而惊叹 说这个刘将军啊 平时看着像很胆怯的样子 遇小敌的时候 尤其如此 今天我们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 这个刘秀呢 却显示了过人的勇气 真是奇怪的 后来起义军拥戴的耕屎皇帝刘璇 杀掉了他的哥哥刘尹 不久呢 刘秀前往河北 在那里兼并了图马起义军 迅速发展起来 另一支起义军赤眉 颠覆了长安陆林军 所建立的耕屎政权 而刘秀呢 于公元25年成帝 正在此后的十几年中 这个 平定了各个割据势力 最后呢 得以 让社会恢复了秩序 清代学者赵毅 在他的二十二史扎记中 有这样一条 王莽起兵者皆成汉后 我曾经建议大家 如果消闲的话 可以读一读二十二史扎记 其中有很多精彩的条目 在清代的考诩家中 赵毅 他不是单纯的 做典章史实的考诩 而是论史 他在论史上 有很多远见着实 有很多真知着见 他提出的很多问题 在后来呢 都成了后人研究的起点了 比如我们已经提到过 他的一个重要论点 就是汉处不一将相之举 是吧 那这样一个扎记 就写的相当的精彩 那么对于东汉初年的政治特点 他就提出了一个 王莽使起兵者 多称汉后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 陆金军所拥立的耕始皇帝 刘玄 就是汉后 赤梅军拥立了一个 叫刘盆子的 把他立为皇帝 也说他是汉后 平邻人方望 立了儒子刘盈 为天子 这个儒子刘盈 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吧 那就是王莽 拉着他的手 痛哭流气的 然后这个说 我没法把最高统治权 还给您了 就那一位皇帝 有一个补者王郎 刘子林起兵的时候 这个伟称他是汉成帝的儿子 立他为主 儒芳呢 在启示的时候 自称是汉武帝的曾孙 于是朱豪杰 知道他是这个汉代皇室 于是就立他为上将军 还有一个刘勇 是梁孝王的八十孙 也曾经成天子 赵义由此指出 顾群兄之起兵者 无不以流逝举号 这是一个两汉之间 非常特殊的政治现象 当时出现了一个 人心思汉的社会心理 比如王常有这样的话 银子欧银思汉 非一日也 郑行说 天下同苦王室虐政 儿思高祖之就得 冯衍说 海内困乱 人怀汉德 冯义说 天下同苦王室 思汉久义 这和王莽 在走向权力顶点的过程中 天下几乎 权力的拥戴他那种情况 一下子就 好像到了个个儿 所以我们看着 这个社会心理 普通百姓的 这个民众心理的变化 也是非常之有趣的 在王莽变法 造成了社会的巨大骚扰 在这个时候 他就成了 西汉后期政治腐败的替罪羊了 是吧 所以人们反过来 又开始怀念汉朝了 这个赵义论述说 立官诸启事者 非自称刘氏子孙 既以釜汉为名 可见事实 人心思汉 举天下 不谋而同 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意 起兵 不三年 虽登帝位 古之未有如此 之素者 因民心之所愿 故意为利也 这除了这个 刘秀的个人才能之外 当时的这个 人心思汉 那么这种心理 对于刘秀的称帝 显然也起了一个 这个舆论准备的作用 我们讲两岸之间的 这个政治特点 也是为了下一讲 做一个铺垫 比如在东汉的末年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另一种社会心理的变化 就是社会普遍的预期 汉氏将亡 人心思汉的情况 在东汉末年 就不存在了 认为汉氏将亡 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预期了 下面我们叙述 刘秀恢复秩序和家乡专制的措施 东汉创立的时候 社会经历了严重的动乱 百姓虚好 十有二存 那么恢复社会秩序 就成了统治者的首要任务 改变王莽变法 所造成的制度混乱 也是当务之急 在这个时候 刘秀 以及其后的明帝 几位统治者 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个是轻刑伯父 刘秀成立之后 便大赦天下 一省刑法 多次赦免罪犯 劫免死刑 对于抵抗者 他往往是采用招服的措施 而不是一味的镇压 对于放下武器的人 他给予土地提供饮食 让他们安居乐业 经过刘秀这样的努力 社会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在战争期间 刘秀的实行的负罪 征收的比例是十岁一 在建武六年 再次恢复到西汉 三十岁一的传统税率上来了 光武帝 明帝 张帝 都多次减免服役 救济灾民 给平民公田 汉明帝还曾经大规模的治理黄河 由王景 王吴主持 经过几位皇帝这样的努力 自示牛马放牧 一门不闭 尤其是王景 王吴治黄河 有的人 就是随历史的研究者 认为效果非常之好 造成了黄河的千年安流的局面 比如西汉的黄河泛滥 从汉武帝一直到往往的时候 都是严重的问题 但经过王景 王吴的治理 此后我们就没看到黄河 大规模的泛滥这样的情况 当然也有的学者另有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 北方由牧族开始向中原 向塞内渗透 使北方的农业 农业生产为之下降 这个畜牧业的比重上升 这样的自然生态 得以恢复 有的学者是用这个方面来解释的 第二就是释放奴婢 西汉后期平民大量沦为奴婢 往往变法 就想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不过他采取的是私属政策 最后是徒劳无功 而且适得其反 这个战争中又有很多人沦为奴婢 光武帝也深知这一问题的重要 他在成立之后 先后颁布了六个释放奴婢的法令 重申了卖人法和掠人法 还通过若干法律措施 提高了奴婢的法律地位 比如说下诏杀奴婢不得减罪 那么等于就是让奴婢和良民 拥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了 由此奴婢的问题得以缓和 我们顺便可以提一下 在中国历史分析上 有一种东汉封建论 我们讲历史分析的时候 其实也谈到了 介绍过这种看法 那么东汉封建论他认为 秦和西汉是奴隶社会 奴婢用于生产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 但是光武帝颁布了六个释放奴婢的法令 标示着奴隶制的终结 奴隶制的终结和封建制的开始 这就是一种东汉封建说 第三是杜田 西汉后期豪墙兼并 王莽的王田政策最后以失败高踪 因为他得罪了天下的豪墙地主 这些大土地的所有者 大土地所有者 以及民间的豪墙 兵长 徐帅 他们跋户乡里 隐瞒户口 干扰社会秩序 侵蚀政府的集成组织 那么对专制政权显然是一种离心的力量 刘秀他自己就是出身豪墙 但是他成立之后呢 他的身份变了 他就不能够亲人豪墙兼并了 建武十五年 光武帝下诏 周俊减合 肯田 秦武和户口年纪 成为杜田 除了核定户口 肯田已增加赋岁以外 更重要的是由此来抑制豪墙的势力 解除他们的武装 但是动乱就由之而来了 这个动乱是怎么发生的呢 首先是一些官员 在杜田的时候 欺凌百姓 比如说丈量土地 丈量到了房间屋后 是吧 弄得老百姓提护于道路 其次呢 是一些官员 他没有办法认真的都田 这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比如说河南和南阳 这两个地方 皇亲国戚非常之多 那么当地的官员 没法和这些权贵认真 丈量他们家的土地 那么是要冒危险的 第二种 就是各地的豪墙地主 他们公然的反对 抵抗杜田 大姓兵长处处而起 攻劫在所 害杀掌力 一时行事相当严峻 天下重当 面临这种情况 光武帝一方面以杜田不实的罪名 处死了一些军手 同时他又发兵 威胁各地的豪墙兵长 把捕获的豪墙首领 迁移到其他地方去 割断其余乡里的联系 经过镇压和安抚 并用豪墙武装 转为隐蔽状态 形式上 这个 事情缓和了 但是杜田呢 取得了一定效果 在形式上恢复了杜田的制度 因为对于这个 官僚帝国来说 掌握劳动者和掌握土地 那么他的赋税和兵役和摇曳 就有了稳定的来源 假如豪墙地主的发展过分 隐蔽户口 隐蔽土地 那么就削弱了帝国立足的社会基础 所以豪墙地主 与官僚政权 他们的利益存在着矛盾的方面 存在着矛盾的方面 东汉的 尤其是到了后期 豪墙地主的发展 被认为是东汉政权瓦解的原因之一 第四呢 是对功臣的政策 专制君主对于开国功臣 要费尽心机去处理他们 这往往不是功臣伟大不调 就是所谓的敌国破 谋臣亡 脚注死走狗烹 这个相当的敏感 这个汉高祖曾经以残酷杀戮 来检除异性诸侯王 汉武帝也曾经 这个 削夺诸侯和烈侯的爵位 就是汉代的制度 同性的称诸侯 异性称烈侯 就是这个 封侯者 有宗宗室封侯的 有功臣封侯的 前者称诸侯 后者称烈侯 刘秀与汉高祖相当不同 他对功臣 优理有加 因为这个 对功臣的问题非常敏感 大家来看看这句话 直绳 则亏丧救恩 脑情 则违费 金典 是一个左右为难 等很棘手的问题 那么这个 刘秀的政策 第一是 不欲功臣 雍重京师 这个 让 领有纵兵的功臣 都在边防上 这个镇守 这样就避免了他们 干预宗阳的政治 第二呢 是实行退功臣 而尽文力的政策 就是任用职业文官 文法力和世人 来承担政治 而功臣呢 尽量让他们养尊粗忧 这个 给他们崇高的待遇 叫做高智厚礼 允达元公 在此基础上 就可以尽文身陷 责成立直的 对那些由文力 文法力和世人 所担任的官僚 就可以 这个 生之以法 用这个 严厉的法制 来管制官僚了 汉光武帝 对功臣优利有加 封侯厚赏 多者封六县 多于刘邦时的功臣侯 他经常提起 功臣的救勋 已是不忘 各地给皇帝 进贡的 一些好吃的什么东西 刘秀得到的之后 往往是随即 又赏赐功臣 这个 叫做 变刺猎猴 而太官无虞 刘秀自己 还都没尝着味儿了 猎猴功臣 便尝了个变 经常提起 功臣的救心 已是不忘救恩 并且 对他们的 微小的过错 予以宽恕 所以功臣大多数感恩戴德 不像刘邦时那样 人人自危 但是西汉给功臣 像萧和曹申 周伯等 以实权 让他们以成像执政 但是刘秀 就不是这样 除了那些拥有重兵的功臣 如冯义等 长期在外地驻守 中央的 开国功臣 二三四人 能参政的 只有邓宇 贾父和李通 三人而已 这样光武帝 就比较好的 解决了功臣的问题 而且皇室 与功臣联姻 与西汉不同 东汉的功臣 他们往往家族连绵 与东汉一朝 共始终 在随后 我们还可以看到 很多专政的外戚 他们都出自功臣的家族 当然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 什么角度 就是秦与西汉的开国者 他们有能力 减除和压制既得利益集团 是吧 到了东汉 光武帝的时候 他的措施就已经缓和多了 假如我们再把视线向下推移 我们能看到 曹魏时期的 和西晋时期的统治者 他们对于开国功臣 是优理有加 无所不用其极的 给他们提供优待 那么由此 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把前朝后代 做一个比较的话 那么我们能看到 就是 同志者如何对待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 他们的政策 的软和硬 其背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第五是压制外戚和宗室 鉴于王莽 是以外戚身份 取代汉朝的 刘秀不允许外戚 干预政治 后族公器都不得封侯与政 重申了阿辅三王之法 收补诸王的宾客 汉明帝也是如此 令外戚 殷氏邓氏等家族互相纠察 穷治他的哥哥 楚王留英之欲 马元的女儿 做了明帝的皇后 仅仅为此 就不得列入云台二十八将 以免马氏的势力过大 这个光武帝和明帝 这样的政策 使不少外戚和后族 都知道了要守富贵而远权势 就是富贵无偿 这样一个观念 在中华帝国时代 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 有远富贵远权势 才能够自保 因为在一个更富有流动性的社会之中 你得到今天得到富贵 可能明天就会丧失 昭为高官 沐为匹夫 或者是昭为匹夫 沐为高官的情况 都是经常发生的 那么在周代贵族 政治之下 就不是如此了 这个 比如刘秀 知旧 樊红 经常告诫子孙 要千辛自保 远于全世 殷皇后的弟弟殷星 拒绝封侯 作是富贵有吉 人当知足 它看起来是一个 人生态度的问题 其实背后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问题 就是在一个更富于流动性的社会 你得到权势可能很快 但是丧失可能也很快 那么人就要用新的生存策略来面对这种情况 第六是精兵检政 建五六年 刘秀才变了四百多个县 西汉的县国义道 差不多有一千五百个上下 那么光武力这么一才 就剩一千多了 这也可能意味着 西汉的国力胜过东汉 东汉的国力不如西汉 就是县级的成义的数量大大的减少 只剩一个三分之二 多一点了 当时励职也被裁减 以精兵检政 励职减损实质其一 文书调义物重减寡 质乃十孙一言 中央的兵力也有一两万人 减至两千五百人 那么中央只保持很少的常备军 这种情况 也是两汉的传统的一种军事布防政策 军事布防特点 但是励职减损实质其一 这一点可能史上史书的记载 可能有夸张的成分 我们不能想象帝国的官吏 只有西汉的十分之一 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第七是加强上述台的权力 秦汉本来已实行成像和御史大夫体制 御史大夫就是成像的副手 这个西汉后期由于复古改制 思潮的影响 那么开始向大司马 大司徒和大司空这样的三公制度转变了 就非丞相 非御史大夫 而设大司马 大司徒 大司空 以前在讨论中曾经有学生问我 说阎老师 儒生他们对于政治那些想象 对帝国政治能有多大影响 那不就是几个民间的学者 那么一说吗 我说当然有影响了 你看看往往变法 你就知道儒家政治理论的影响有多大 比如说成像制度 在西汉后期就由于复古改制 这个浪潮的推动 那么人们到经书中 找到了另一种制度 就是大司马 大司徒 大司空 这样的三公制 来取代了成像和艺术大夫体制 那么到了东汉初年 三公变成了太魏司徒司空 这个形成了三公制 就是在这个时候 宰相不是一个人了 而是三个人了 那么宰相的权势一分为三 同时又被上述台给分割了 因为光武帝刘秀 努力加强机要机构 上述台的试权 以削夺宰相三公的权势 这个三公的品质高 他的质敌号称是万石 而上述令的质敌 是多高呢 大家可能听到了会奇怪 只有千石 是一个大线令的品质 那么他作为 我们可以说上述令就相当于 在当时就相当于今天的 中央办公室主任 他是一个机要秘书机构 那么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机构 具有发展为这个国家行政机构的一个强大的潜力 在这个时候 他只是一个机要秘书机构 但是随着得经过两汉的发展 那么到了曹委以下 我们知道上述省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了 是吧 一直到清末 那么六部制度 都是国家行政体制的核心和主干部分 由此我们看到 以前一个上述是一个很小的 相当于一个皇帝的机要秘书处这样一个组织 后来发展成那么大一个机构 这也是中央行政体制变化的一个规律之一 随后我们还会看到 中书省和门下省 都是从皇帝身边的发展出来的 那么加强上述台的权力 君主集权显然由此而强化了 下面我们阐述第二个问题 就是儒生和门利的融合 儒家主张理智 法家主张法治 在我们叙述到这个时候 那么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是吧 我曾经也表达了一个看法 了解中国历史 假如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表述的话 就是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 那么秦始皇奠定了帝国体制的基础 孔夫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 那么帝国体制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法家主张法治 这个秦政呢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 那么这样一点 落实在治国者的选择上 就是任用职业文官 刀比例 任用职业文官 刀比例 也就是文法例 而儒家主张理智 主张邪人政治 那么在理想治国者的选择上 就是任用世人 任用儒生 所以儒生和文利 二者的关系 就构成了战国秦汉政治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 秦用刀比例 而往往心正 顺应了西汉儒生的奉天法古思潮 以师叔礼乐 礼乐 扶命称伪 来施政治国 那么 恰好就和秦政构成了两个极端 这个法家的法治思想中 也含有一种理性行政的精神 就是用合理化的 可预测 可计算 可控制的理性手段 去达到正正目标 而儒家主张人政 但是在儒家的王道理想中 也含有一种乌托邦 或者理想国 这样的成分 那么往往变法 就是一个最好的体现 我们上次把往往变法 做了一个概要的介绍 我想大家已经能看到这个王道变法 它的特色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 是吧 我们打个比方说 周代的贵族政治 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政治 好比老牛慢车吧 战过以下通过变法 建立了帝国体制 建立了官僚政治 那么这种组织形式 就是有高度的效率和能力 好比开上了 新式的卡车 但是这个秦始皇 秦二世驾驶这个卡车 横冲直创 结果出轨了 翻车了 那么出了问题了 因为他的虽然效率高 能力强 但是你要是用他为所欲为的话 他的危险性反而更大 那么到了王莽呢 又是什么情况呢 王莽说这车呀 我要把它改成古代的样子 把这卡车 于是他来一个大修大改 造了一个不伦不类的 古式的卡车 一开散架子了 我想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可能使大家对这个 秦政和王莽新政的特性 和意义 有一个比较生动的形象的了解吧 那么到了东汉初年 王莽变法的失败随即 就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们 以深刻的一个冲击 由此出现了理性精神 和法治精神的回归 在上一讲中 我们谈到了邦顾汉书 对王莽变法的分析 是吧 我们已经说 对如何评价王莽变法 邦顾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再怎么讨论 不会超出他太胆了 邦顾的认识已经非常之深刻了 那么这也反映了东汉初年 就出现了一个理性精神的回归 我们看到史料的记载 我们就看到历史在不断的转折 其用文法力 汉武帝汉宣帝是霸王道杂志 儒生文力兼收并用 那么汉元帝开始主张用儒生了 那么到王莽用儒生变法 到了中汉初年 我们看到情况又发生了一次转折 世祖既以历史自应 文帝游刃文法 总览威权全部届下 总览威禀全部届下 我们看到文法力 以及文法力士 再次得到了帝国统治者的重视 当时还有这样的 史家对当时的政治风气 有这样的阐释 世成二帝历化之后 都以苛刻为能 就是东汉初年有一个历化的倾向 当时的文法力 在政治上特别受到重视 而儒生则受到排挤 就是在东汉初年 有一个清儒生而高文法的 这样一个风气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儒生就是帝国官僚的唯一来源了 实际儒生和文力的关系 一直在纠缠不清 一直到了东汉初年 还有一个文力 占据政治优势的局面 比如我们在史书中 能看到这样的提法 这样的阐述 古经废而不休 旧学暗而不明 儒者既于空事 文力华于朝堂 所以一直到东汉初年 道比列在政治上 还出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那么后来的史家 评价光武帝和的政治的时候 就这样一个概括 中兴以来追踪宣帝 汉家宗兴为宣帝取法 而宣帝的政治方针是什么呢 上一讲中我们已经阐释了 就是霸王道杂志 是吧 汉家自由制度 霸王道杂志 所以 由存用霸道的新政 到霸王道杂志的汉政 到存用王道的王莽新政 再到东汉初 那么又回归于西汉的霸王道杂志的政治路线上来了 如生和文利的关系变迁 我们指出它是战国秦汉政治文化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为此我对这个问题 我在早年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 就是中国的政治形态是一种士大夫政治 就是它用世人用文人来担任官僚 比如科举制吧 以师父八股取士 而师父八股呢 它不是处理兵兴前古的实用知识 而是文人的一种人文知识 那么这样一种官僚形态 曾经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特别的注意 比如官僚治理论的奠基者 马克斯威博 他就认为中国缺少专家政治 而理性的官僚治应该是一种专家行政 比如美国还有一位学者 他们把中国官僚称为业余的 就amateur 意思是说 他们在艺术上是业余的 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官僚 他们在官僚行政上也是业余的 因为他们受的教育是人文是艺术 那么这样一种官僚形态 我们中国人好像戏以为常 身在庐山之中 不知庐山真面目了 但其实它在世界史的范围上看 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我有一部著作 叫《士大夫政治演成时高》 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我发现的 当时古人就已经看到了 比如论行之中 论行艺术中 王冲的论行 终究有多篇论文 专门讨论 儒生和文力的一同优劣 这个阐释已经非常的清晰明快 他说文力以士圣 以忠父 儒生以节忧 以之列 文力的行政能力非常强 但是在讲儒家伦理上 又不如儒生 二者长短各有所移 士之将相各有所取 取儒生者必诡得利化者也 取文力者必优势理乱者也 所以在西汉这个儒生和文力之争 二者的冲突 二者的争权夺利 就相当之尖锐 但是到了东汉 情况就不同了 在东汉我们就看到了 经过王莽变法的失败 人们看到了 儒术对于帝国的统治是必要的 但是法治对于帝国的维持 也是不可或缺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儒生奸习文法的情况 比如我们看到陈求 少舍儒学 少舍儒学善律令 王焕其尚书又读律令 皇昌随旧经学又小习文法 有个叫郭敏的 体名道处律小度 小度是谁呢 西汉有个枯利叫杜舟 我们讲过他 杜舟的儿子 写的法律著作杜言年的法律著作 就叫小度 小度律 还有一个冯昆 志村秋炎氏 韩石里昌氏 兼律大度 律大度是谁呢 就是杜舟 杜舟是个法律专家 他也负责二人 都有法律著作 一个叫大度律 一个叫小度律 那么我们看 酷律的法学著作 居然成了儒生所习的诗书了 由于 经术和法律 兼习 双修 成为社会风气 你只懂儒术 或者 就做不了大官 你得掌握了法律 才能懂行政 才能在政治上升迁迅速 那么有了这个社会需要 在教育方面 就有人来适应这个市场 比如有个叫中号的 他开了这样一个学校 以诗律教授 门徒千语人 既诗是什么 是文学吧 是吧 应该是文学知识 诗是古代的民谣嘛 而律是帝国的法律 这两样东西放在一块学 等于是受双学位 是吧 一个中文系 古典文学的学位 一个法学学位 《论行成才》中 也叙述了这样的情况 就是世俗学问者 不肯静静明学 深知古今 急语成一家章句 学了一门经典之后呢 一理略句 然后干什么 同区学史书 我请大家注意啊 读汉史的时候 遇到史书两个字 不要认为是历史书籍 史书是文历之书 比如说法律 文书 这一套知识 就叫史书 就是行政文书的写作 首先第一 你要后写字 所以有人说史书是什么 史书就是历书 历书就是官员 用的官方的那个书体嘛 所以可以认为史书就是历书 同时呢 史书也是一种文书写作技能 比如说我们讲过 那个谁啊 西汉那个 那位库立 从小的会写行政文书 开这个模拟法庭 审判老鼠的时候 传言书 文词 无老玉利 是吧 那个就是一种史书 同学学史书 独立奉令 制作请奏 习对象 华被怪 华跪拜 家乘士就遭处得能 在家呢 把这一套学得烂熟 到公园考试的时候 一举就成功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风气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见 儒生和文力就日益合流了 那么这种 儒生文力兼习并重的情况 其实呢 就是帝国 政治 儒术和法治 坚守并用的一个体现 是不是 我们看这一时的帝国统治者 也是如此 刚才我们讲了 汉术的统治者 众文法 但在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汉术的统治者 就是这个 东汉初年的统治者 与西汉初年又不相同 赵义的二十二十扎记中 又有这样一条 东汉功臣多尽如 刚才我们看了统治计算上法 众法治 最终宣定 但是又有这个 另一个方面 赵义说 西汉开国 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 至东汉中兴 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 亦一时峰会不同也 是光武诸功臣 大半多惜儒术 与光武意气将符合 刘秀当年曾在长安 跟着博士刘子威 跟着博士徐子威 其上书 刘秀的许多助手 都是当年他的大学同学 比如邓宇 朱佑 张冲 强华等等 而且刘秀集团中 还有很多游学长安的人 比如耿存 景丹 陈俊 刘龙 王霸 音志等等 刘秀当年念书的时候 好像钱也不怎么够用 和同房间的 这个同房间的弟兄 这个合伙租了一头驴 让这个驴出去拉货 然后挣一点钱 补贴学费 这是当年的念书时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 这个王朝的统治者 一方面是儒学出身 对于西汉已经相当的不同 另一方面呢 他又纵视法治 这样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变迁 就是儒生和文利 东汉儒生儒法的河流 和儒生文利的河流 大家都知道 建恩妻子吗 热爱文学的同学 大概就读过他们的诗文 可是你不一定读过其中 王灿的《儒利论》这篇文章 这篇论文呢 讨论了 王灿是捍卫之计的人 他有一篇《儒利论》 讨论两汉儒生文利的变迁 实际就是对儒生文利 从冲出对立到融合 这个变迁过程的 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我们看一看 他是怎么说的 执法之利 不亏先王之点 近身之儒 不同律令之要 先王见其如此也 誓以伯臣其教 符合民性 达其所拥 屈其所弊 这就是曲长不短的意思了 利福训养如同文法 我们看看这八个字 就非常之重要 是吧 他说的是文利 他们的也发生了变化 在东汉我们看到很多 法律世家 或者文利出生的人 开始读经书 所以在东汉 除了儒生的文利化之外 还存在着一个相反的 就是文利的儒生化的去向 如同文利二者在日益接近 结果造成了一个利福训养 如同文法 这样的一个局面 故能宽蒙相起 刚柔自克也 这可以说对两汉四百年 甚至战国秦汉 这几个世纪 如生和文利 二者毛动关系的一个历史的总结 那么中国的士大夫政治 就是以学者兼为官僚 这种政治形态 它是这样形成的 就经过战国时期 世人和文利分化开来了 秦实行文利政治 西汉是如生文利并用 那么到了东汉 如生和文利逐渐融合起来 亦如亦利又非如非利的 这种学者兼为官僚的 这种政治角色 就成了中华帝国官僚的 一个典型形态了 中国的士大夫政治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这也是我纳布书的重要观点 我在这讲课 这一节就是阐释 我自己的一个研究成果 因为对于北大老师来说 在那讲堂上 如果没有自己的诸作可讲 那个就比较可悲 我们系的老师 每个人对我自己的各种专注 可以在课堂上提供给大家 所以我也谈一谈 讲一讲我个人的学术观点 下面呢 大家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